除了關心本土疫情 當然在國際消息也非常的重要 我們把時間交給真榮囉 好的 午安 球場的時間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心 美國又發生槍擊案了 這回是發生在馬里蘭州的 史密斯堡這邊 當地時間9號發生槍擊 有一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 23歲西羽翼的男子 他就闖進了當地的一間工廠開槍 造成目前知道有三個人死亡 而其中有一名員警 他在跟兇嫌撥火的過程當中 也中彈而兩人都受傷所依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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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当地警方表示 嫌犯已经被制服 不再对社区构成威胁 但是详细的犯案东西 还是必须要再度的来理清 而再来关心的是 美国航太总署 也就是NASA9号的时候 有个新的宣布 他们说目前正在组建团队 要专门研究不明的空中现象 也就是俗称的UFO 而且他们说这回 要破除谣言 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 要针对的是无法确定的飞机 或者是已知的自然现象 等等的天空事件 而他们要进行的是数据的搜集 完成报告之后也会公诸于世 CN的报导说这项调查 将从今年秋天开始 预计要进行9个月 是由美国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要率领团队展开研究 因为白宫的官员 先前就曾经警告说 不明的空中现象 必须要认真调查认真以待 因为必须要将这些 不明的空中现象 视为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NASA也说 相关的报告会公诸于世 而且研究小组 也会举行公开会议 讨论研究的成果 持续来关心的是 美国现在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就前往了新加坡参加 香格里拉对话 10号的时候 他也跟新加坡的国防部长 黄永宏来会面 重申双边的协方关系 相关里拉对话 也就是亚洲安全峰会 由全世界来自40多个国家的 官员智库还有学者们 共同参与 而这也是美国官部长 他将首度跟中国大陆的 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拜登上任以来 两人将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一名美国的高阶官员就表示 美方预期这场会谈会主要是聚焦 如何管理区域和全球议题上头的竞争 而大陆的媒体也报道 北京将利用这次的对话机制 来跟美方来合作 同时今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也会出席本届的峰会 而再关系的是联合国大会 现在有新的表决 他们9号表决选出 日本等五个国家出任 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任期是从2023年1月1号开始 为期两年 而这也是日本第12次赢得席次 路透社报道 联合国大会选出了日本 瑞士 莫三 比克 马尔塔 厄瓜多 五个国家出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取代原先的印度 挪威 肯亚 还有墨西哥跟爱尔兰 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 而其中五国的常任理事国 分别是美国 俄罗斯 中国大陆 法国 还有英国 其他的12国家都是非常任理事国 而持续来关心的美国政坛 现在国会大厦去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个暴动事件 现在众议院的特别委员会 9号的时候他们举行了听证会 这一段国会的暴动现场 画面现在也首度曝光 好 你可以看到画面 当时这些暴动者 他们是非常的群情激愤 他们试图要冲进这个国会里头 还推开栅栏 来看一下当时的影片画面 纽约时报的报道 调查国会暴动事件的 众议院委员会两党领售 9号晚间展开了行动 将国会暴动形容成 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而且还是由前美国总统 川普带头的 目的就是希望他可以继续掌权 最后酿成一场1814年以来 对国会大厦最严重的袭击事件 委员会的主席汤普森 他点名前总统川普 就是召集暴徒 而且是发动未遂的政变 而针对美国国会去年 一月发生的这个暴动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9号的时候举行的这个听证会 川普的女儿伊凡卡 他也以视讯的方式来出席 而他表示尊敬前美国司法部长 巴尔所说的 司法部没有发现重大的舞弊行为 来支持川普指控大选投票是造假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